透过亲戚朋友 因为上海是个全世界第三大的都市 中国第一大都市 所以有太多的台商在那里 也有太多的外国人在那里 我一个同学的妹夫 他是美国的犹太人 他就在上海工作 他说突然之间就被封了 封到现在 他什么准备都没有 这里面最特别的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台一的大陆经济学家 叫郎贤平 郎贤平在中国是非常知名的经济专家 但是昨天他在他的社群平台上面 发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直接说 他94岁的妈妈 这个突然有急症 然后送上海的医院急诊 结果在急诊室外面 等了四五个小时 没有等到PCR的结果 那这一个老太太就先断气了 而郎贤平本人不能出小区 所以他老妈妈断气之前 他们母子不能够见最后一面 郎贤平是一个非常具有批判性的 一个所谓的经济学家 是我们台湾出生的 那么她呢 她的母亲在这一次的香港疫情当中 正好她母亲已经九十几岁了 那她本来这个肾脏的功能就有一点 这个比较弱 比较衰竭 所以呢 正好她的母亲呢 肾脏有点衰竭 发烧 所以说送到三甲医院 什么叫三甲医院 就大陆的这个医院等级里面 三甲医院是第一流的医院 当然她保留了 没有说那个医院的名字 送到那个医院以后 结果按照现在上海的防疫规定 医院要收这个病患之前 要先做核酸筛检 结果她妈妈当场就做了核酸筛检 一个九十几岁的老人 要做核酸筛检 本来就一次很痛苦的事情 但是做完以后 等了四个小时 没有结果出来 就在这四个小时当中 她妈妈等不及了 结果就在医院的门外 就病逝了 送她妈妈到医院去的是 郎贤萍的大哥 叫郎贤白 那么她就通知郎贤萍 叫郎贤萍赶快赶到医院去 郎贤萍虽然是大陆知名的经济学家 但是在武汉封城令下 她就不过是一个伸头小民 好 彭校大哥 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台湾 如果有一个财经名嘴 九十四岁的老妈妈被挡在急诊室外面四五个钟头 然后不能这个PCR确定结果不能进医院 最后不能见最后一面 你觉得在台湾会不会台关去闹行政院或总统副 那简直是这个我看民进党不要混了嘛 对不对 不要说是这样一个有名的一个经济学家 他本身充满了批判性 但是就台湾一般的一个稍微有点名气的人 如果说他妈妈是遇到这样的状况 你坐飞机在高空空气干燥 然后他本身他鼻子也比较过敏 所以流鼻血也是算是正常的一个意外 那你还闹得怎么样子 不得了哪个医护人员 他丢了一个槽纸给我 他把我们的卫生纸一卷一卷的认为是厕所用的槽纸 这哪是医疗用的 拿这个给我止鼻血 哇闹了好几天 闹到真的连台湾很多人都看不下去 你怎么能这样子 有哪个医护人员说故意这样子让你去流鼻血 但是这种的不能算医疗错失误 为什么 因为本来就是鼻子的粘膜本来就很脆弱 你拿个棉花这样戳进去 流鼻血的概率绝对是存在的 所以这种事情在台湾可以闹成这个样子 后来大家真的看不下去了 纷纷跳出来指责他 好那明老师你怎么观察 网路上曝光了各式各样的画面影片 外界怀疑习近平事实上军管上海的同时 美国国会是冲着习近平而来 这场战争几乎是全方位的瞄准中国 包含了美军的将领密立 直接说中国跟俄罗斯是最大的威胁 今天事实上财政部长叶伦说 中国只要犯台的话 所有制裁俄罗斯的项目都比照办理 然后国会冲着习近平而推动的 这个ASIS轴心法案 直接冲着习近平而来 而且甚至把习都列入法案名称当中 这个是比较罕见的情况 就是美国过去法案 很少会这样直接点名的 因为这个等于说是很不寻常的事情 而且他是点名个人 对 他先前有一些是点名CCP 有点名国家的 有点名政党的 但点名个人真的是比较少见 那也就是说他真的认为问题很严重 才会这样做 当然话出来就是这法案最后会不会过呢 我们还在观察 但提出来毕竟它是一个讯号 大家为什么对中共这次扮演角色 有这么大怀疑呢 简单说就是中共做一些事情呢 真的是人家看在眼里呢 不无怀疑 我记得我们这几次呢 我们就讲过 我们说其实在二月份的时候呢 就已经有大陆学者出来讲说 强烈建议中共必须跟俄罗斯割洗 否则的话呢 大家会非常惨痛 那当然他最后这个文章被封了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就是 他所预测的情况呢 好像一步步的这样发生 像坏的方向发生 简单说刚才创起来提到 第一件事情大家怀疑就是 你二月四号跟俄罗斯 就签了这么一个合作无上限的 这么一个宣言 这大家觉得说在这个时候 实在太奇怪了 当然你可以说中共被骗 但是你如果说被骗的话 你就应该跳出来讲说 其实我的界限在什么地方 但他好像又跳来跳去 秦刚一下说 上面没有界限在底下 还有底线 然后现在这个王毅跳出来 就讲说好像又没有底线了 所以大家觉得说你的立场呢 我有很大怀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你说你那边你签错了一个约 那后面他真的这个攻击的时候 你应该出来谴责 你也没有谴责 然后在几个关键的地方 在安理货里面投票好 在国际法院投票好 你都投弃权票 这更加做实人家对你怀疑 第三个你说 其实我的立场很清楚 我都跟大家讲说 我谴责战争 我希望和平怎么处理 大家开始怀疑 为什么怀疑你呢 大家发现 你的大内宣跟你的大外宣 是两件事情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大外宣是说我追求和平 大内宣是拼命才讲说 俄国怎么厉害 然后乌克兰怎么坏 然后北约东扩 所以俄国才不得了这样做 然后还在骂美国 所以你在大内宣 这样骂美国的时候 你觉得美国不怀疑你吗 所以美国难道 不会推出什么东西来说 其实是你在搞鬼吗 那大家如果不相信 大家去看那个 叫做大翻译运动 我们两上礼拜前 已经跟大家提过了 大翻译运动 我再说一次 就是大家发现说 中共对这个乌克兰战争的态度 内宣才是真正的意思的表现 所以大家把内宣东西翻译出来 然后把原文跟翻译文 对照的PO出去 照相PO出去 让大家看说 我翻译有没有错 你们大家自己去看说 中共的真实立场是什么 所以大家现在看得很清楚了 好 那如果说还没完的话 大家发现 前几天 这个俄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不是跟王毅见了面吗 见了面 双方又再重新肯定说 合作无上限 什么等等 你再让大家怀疑一次 在这么关键时刻 你不划清界限 然后你还跟他眉来眼去 大家当然会怀疑你 大家怀疑是有理由的 因为现在看起来就是说 俄罗斯这场仗 可能打下去会很困难 即便他把拉长这个战线 拉长时间 对他来说还是很困难 所以如果要速战速决的话 要快点解决俄罗斯的话 就是没有外力的帮忙 俄罗斯恐怕就很快要 要弃甲认输的 那现在呢 大家觉得说 你还能支撑下去 那应该是有人帮忙 应该有人规避 帮你规避 现在有能力规避的 现在最大的就是中共了 大家都这么说 当然现在还跑一个印度出来 所以看看将来 大家怎么对付印度 那么在过去我们就讲 我们说 大概差不多两个 一个多两个礼拜前 当时我说 我看到大陆有一个学者呢 他po出一篇文章说 他看到满洲里附近的火车呢 堆积如山 都是要送进俄国里面去的 到现在这个我们支援俄国呢 看起来是溅在悬上 所以这件事情 当然后来没有后续的这个报道 但是呢 大家的确有一个抹不去的怀疑 也就是你中共 怎么让大家相信你 否则的话不会推出这么一个 冲着习近平个人而来的 这么一个法案 那冲着习近平个人而来的 这一种法案 事实上意味着美中关系 更加的恶劣 而且更加的对立 而且更加的不信任了 对 那至少这样就说 美国对习是不信任的 或者美国里面相当一部分 对习是不信任的 当然我们还得区别一下 不相信习近平 未必不相信中国共产党 所以也就是反习可能不反共 那我们对这种态度 我们认为说是不可取的 我们认为说真正问题呢 不是个人的问题 而是制度和不断地产生这种人 所以你不把这制度改掉 不让它这里民主化的话 那你始终要面对这种忧虑 所以这才是核心的问题 美国国会正在推动 冲着习近平而来的轴心法案 法案名称甚至列入习 然后习近平现在忙着是 这个处理中国的疫情 特别是上海的封城 那明老师很多人观察 这一回合上海的封城 到底是病毒要应封城应清零 还是政敌要应封城应清零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借题发挥了 现在没有最后的这个确定 但是我陆陆续续接到一些朋友 给我的消息 你这边写的是解放军跟武警 什么等等 我这边接到消息是这样的 当然我再说一次 没有最后得到确定 但我现在听到消息是这样的 东部战区司令员何卫东 已经接下上海疫情 联合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小组长的位置 东部战区司令员 他的参考长叫杨辉 辉是日子旁的辉 他接了一个叫前线指挥官 所以东部战区进来了 所以那就东部战区解放上海 东部战区进来之后呢 你就要解放上海 那准确说叫军管状态 对不对 好军管了 那么也就如果真正军管 当然现在是不是最后军管 我们还不知道 如果真正军管的话 那么原来的文职的党政人员 基本是靠边站的了 所以这就回到 你问了最早的问题 我们上个礼拜也谈到 到底是防疫呢还是维稳 那他当然可以说是防疫 可是你要知道啊 你回想一下 03年SARS闹到最凶手 没有封城过 是不是这样 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哦 那现在所以维稳的对象 是针对老百姓吗 当然你前面讲说 他用无人机去监控老百姓 老百姓开窗叫一下 然后他就无人机就过来 警告你什么等等 是有针对老百姓的 然后如果刚刚讲的军管状态 真正出现的话 他的这个军管呢 也针对官员 这个官员不一定针对李强 我再说一次 可能是以下的那些人 你记得就是几年前那个时候 我们看那个人事变动的时候 当时李强派去上海 我讲了一句话 我说李强是派过去了 没有错 但是做不做得稳还不一定 为什么 因为长期以来底下是被人家把持的 你现在是空降了一个最高层的这批人过去 这批人是不是真的能够摆平底下的人 那还未必 中国的这个文化非常复杂 也就是在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统治下 搞到这个中共的党文化影响的更加复杂 党里面呢 毛泽东常常讲说党内这个无派的千奇百怪 也就是说他知道 他承认 他知道党内是有派系的 那民主国家做法是让派系公开化 透明化 然后浮到水面上 我们用法律去管制派系之间的关系 我们把它换成党跟派 共产党理论上是不容许党内有党党内有派的 所以把所有东西压下来 不是说压的办法一定不行 但是压的话 如果你没有适当的舒缓跟这个释放的话呢 那个压力会越来越大 所以你怎么去对付他 那更不要说 长期以来我们知道说 上海是江派这些人的基本的大本营 你说你习近平执政十年都说清楚了吗 我们觉得说未必如此 所以这个呢 一直是一个我们关切的话题 我们其实做节目这三年来呢 时不时就提到这一点 那现在一个更新的证据出来了 我们前面不是讲到傅政华吗 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 好了 那现在罪名刚刚丢出来 三月底的时候呢 官方通报 通报傅政华的罪名 他罪名呢 相当可怕 我们说孙力军的罪名很可怕 对不对 几百个字我们念了一些重点 我们先看看傅政华的这个罪名 第一 从未真正忠诚于中共过 不好意思 一个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 一不小心就接公安部的 然后将来会进政治局的 当政治局委员的 这个人从未真正忠诚过中共 爬到这么高的威志 毫无四个意识 就是什么核心意识 看意识 然后背离两个维护 维护习近平的党的核心地位 跟维护习近平的权威 跟集中统一的领导 违背这两个维护 然后呢 这个又什么 还有政治野心极度膨胀 政治品性极为卑劣 投机专营 立令自昏 你让这些人干到副部长 干到部长副部长 孙力军呢 没有到这么严重 但也相当严重了 然后再来 他傅政华呢 参加孙力军的政治团伙 拉帮结派结党营私 那这个话 之前我们在孙力军里面讲过 还有啊 更重要一点 孙力军罪名是非法持有枪支 傅政华是长期违规 领用和携带枪支 形成严重安全隐患 那你之前为什么不抓他呢 长期啊 他不是昨天才干一次啊 长期违规领用跟携带枪支 所以这些话在干什么呢 在暗示说 他想拿这些枪干什么事 是不是 否则会说 他长期携带小刀 那携带小刀干什么 想犯罪嘛 长期携带枪支 想杀人嘛 想杀谁呢 你想想看 在现在这个政治空气 这么紧张情况下 说来说去只有一个意思就是 他想要对喜不利 所以现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了 他当然还有一个什么 叫妄议中央 妄议中央政治什么等等 这些东西啊 就是这是个新的罪名 也就是说 你们随随便便就讨论中央政策 这是不合适 这是不应该的 那也丢下来了 那现在看起来就是 傅政华罪名呢 不只是妄议中央 不只是动动嘴皮子了 他是长期违规领用跟携带枪支 也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他有可能随时随地有机会 就拔杀就要打人了 打谁呢 应该是打习近平 否则就没有必要 长得这么严重 过去我们就跟大家讲 我们说 习近平执政这几年下来呢 就一不小心呢 就制造了几股反对他的力量 我们帮他鼠共了 残余的江派啦 然后贪官啦 然后经商的太子党啦 然后军头啦等等 对 这些有不同的人 他们现在没有凝结成一股力量 但简单说呢 他们有各种各样原因呢 去反对这个习近平 其实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啊 不管谁上来 只要出现这种问题啊 其实核心在什么 中共的党文化 我们一直跟大家讲 我们说中共这种 思维跟人家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小孩怎么去想 就小孩说 怎么会这样想事情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想多的 觉得说我会不会变坏 我都回来检讨一下 我不能变化 我得回到我这样想事情 但去分析它的时候 你必须用它的思路去想 简单说要像什么 像个黑帮 像个黑帮 用共产党那样东西呢 用马克思主义去思想 所以它的思维方式跟角度 跟我们完全不同 那这种黑帮的党文化呢 造出来一个直接结果 就是我们过去讲过 权力呢 一元化的集中 因为他们非常强调这点 他常常讲说 党指向东就党向东 党指向西就党向西 为什么有这么强力量 因为我们党呢 非常坚强 然后党的纪律非常严明 一元化的结果就是 如果权力这么重要的话呢 然后又是黑帮结构的话 大家就想到去争权夺利 争权夺利真的不只是权力 而是说有了权力之后 什么东西都在里面了 这是一个权力挂帅的社会 有了权力什么都有了 不像一个民主社会呢 它是个很多元的 今天有人羽毛球打很好 我们为他很高兴 我们很佩服他 有人歌唱得很好 我们很佩服他 有人电影演的话 我们佩服他 有人学识很高 我们佩服他 那有人说做蛋糕做得很好 我们很佩服他 但在大部分的社会里面 是这些可能都有 但到最后就是 还是政治挂帅 你说马云不是风光了很多年吗 今天他一生命下 他就灰头土脸了 马化腾很风光 一生命下灰头土脸了 演艺人员赚了几千万 赚了一生命下灰头土脸 跟你共同富裕了 所以讲了半天就是 为什么这个社会 我们觉得比较不好呢 因为他不能让人尽情发挥 你晓得发挥到某点之后呢 他有一个这个玻璃天花板 在那边挡着你 而这个玻璃天花板呢 就是共产党形成党文化 共产党形成党文化 不只是对一般人 会形成一个玻璃天花板 他对共产党员 自己也形成一个天花板 所以大家会斗争的 会这么激烈 所以我刚刚讲说 为什么这么能反习呢 他前面的根本原因是这样的 具体原因就是前面讲过的 因为他来反贪腐 是江泽民时候呢 让大家闷声发大财 然后大家因此而贪腐 而赚了很多钱 大家过了好日子 笑咪咪的 对 那个时候因为大量外资 竟然让经济开始发展 大家很多钱 可以做这个事情 习近平上来之后 我们过去跟大家讲 我们说 他的这个大陆经济 开始走下坡了 然后习近平看到这个问题 开始收缩了 收缩的时候呢 就要去 就要把这些洞去补起来 在补动的时候 就要去反贪腐 反贪腐就动到人家利益了 大家呢 对于这个 贪污当然不是好事情 但是大家在这个制度底下 人人都贪污 贪污成了习惯的时候 大家觉得说 这好像应该是我应得的东西 你阻止我继续贪污 那我就跟你没完没了 用大陆话来说 就动了他的奶酪了 好 那这个是终身制 大家说 那一般的规矩是 玩两任嘛 五任一年 然后两任十年嘛 那你2012年上来 2022年就该下去了 现在你要玩第三任 甚至不想玩他第几任 那得了 因为如果十年 那我低头熬 那你看十年熬到了 也过去了 是比八年抗战 还长两年 我熬过去了 现在你要搞终身制了 从明面来说 我可以说 你反对 你破坏了接班制度 从暗内面来说 你影响到了 我们贪官的利益 所以原来我就想 我说 没有终身制的时候 大家小心谨慎 去贪污就好了 所以有终身制的时候 大家不连小心谨慎 贪污都不行的时候 大家只有一条路走 就是把你杀掉 都把你推翻 所以搞终身制 其实一方面就是 看起来他的权力 继续下去 但另外一方面就是 大大增加了 他的人生的不安全的因素 当然说完这么多 我们还不能排除就是 的确有一些理想主义者 理想主义者有两类 第一类是我喜欢中共 我要保卫中共的 但是中国大陆 还真的有一批人是 我相信民主 我喜欢民主 我希望推动民主的 希望结束一档专政的 这种人可能不是太多 但所有这些人 基本上就是 反对习近平的人跟原因 所以讲到现在就是说 我们看到上海这件事情 是他可能是防疫 因为防疫而封城 但是有相当大的可能性是 因为有政治斗争 权力斗争 我必须借着防疫来推动 政治上的斗争 因为二十大级将来 所以过去我们也讲 我们说反对习近平的力量 虽然没有团结 但会用各种力量 各种机会 各种场合去打击他 武汉肺炎 清零政策 经济萎缩 美中的贸易战 两岸关系 香港动乱 新疆问题 战乱外交 乃至现在的俄罗斯 去打乌克兰 然后也可以拿来攻击他 为什么 因为你的事情不得人心 因为你的很多政策 违背了大家的共同利益 不管这利益是好还是坏 所以对于反习派来说 对反对习近平这些利益来说 所有问题都可以化成炮火 所有事情都可以变成战场 那么这就说明一件事情 我们从去年开始讲 我们说从去年那时候开始 到今年 北戴会乃至将来 乃至这个到年底 开二十大之前 动乱不会断 而孙力军和傅政华 现在是抓出来了 但他们地位远远太低 两个公安部的副部长 想要杀这个杀总书记 不太可能 上面应该还有人 我们还有一段时间 我们拭目以待 好我们稍后回来 自成这个是网路上疯传的 这一个昨天晚上上海的 这一个著名 哀嚎宛如地狱的影音画面 后来得到美联社的证实 国际间各大媒体疯传 这确实使得全世界看待中国上海的处境 就如同看待布查大屠杀一样 这真的是一场超级政治运动 是没有错 刚才看到那基本上是上海的鬼哭神豪 事实上那个影片长达一分半 那也就是说在那一分半的过程当中 你又看到那个上海周边的整个的 小区的居民的这样子刚讲 鬼哭神豪的种 已经到了一种民怨炸锅沸腾的一个状况 他们现在说北京告急上海现在是饥荒 广州封城然后习大大在南海在海南晒太阳 所以看到那个那个民怨愤怒到这种程度 举几个例子就新华社这两天为了安抚上海人 还特别有一个社论讲说 希望上海人能够共庭时间 他的说法是与疫情的这个时代同床共庆 相拥而睡 为什么不听还好 一听了真的晚上睡不着就叫给你听 那其实上海人整个是在抓狂 而这个抓狂最严重的问题 就刚刚我一开始讲的 上海的粮食问题 上海的饥荒问题 我觉得那个官方跟民间的矛盾 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尖锐的地方 那这个粮食问题 饥荒的问题是到什么程度 就第一上海民众买不到 买不到东西这是一个情况 而买不到东西这件事情 他们说没有 现在这问题不是买不到 是配送有问题 所以在前两天上海市长 上海市副市长 忠明出来开那个房移记者 旁边做了两个电商的老总 要告诉你说没有 我们现在电商可以配送 问题是公布出来 电商的那个配送的人数 只剩下 正常的时候是10万人在配送 现在只剩下1.1万人 所以根本配送不到 这是一个情况 第二个是 电商你要上网去买这件事情 难度非常高 他每天早上6点开卖 然后我有朋友 这是自己的朋友 他就今天要去买 买了之后6点买到了 下单没问题 问题是结账 他结账完之后 他结账就结了这个读出来 就是就是这个 人前方堵塞请稍后再次 后面全部他后面就是一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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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串脏话 平台我买到了 但是我没办法下单 等于等于没买到就当掉了 然后最后我就后来问他说你买到了没有 没有因为过了时间他就取消了嘛 根本就进不去买不到 所以难怪一片愤怒 愤怒到什么程度 愤怒到连我们 前两天讲过的那个 台湾的艺人 李绿群 李绿群 他不是在讲说小朋友吃不到粮吗 吃不到饭吗 今天另外一个艺人 黄国仁也出来讲说 他已经13天 他已经瘦了13公斤了 一天只能吃一餐 开玩笑 国台办立刻跳出来灭火成亲 他说没有没有没有 台湾人如果有一天只能吃一餐的情况 我们立刻请上海市台办 去了解状况 不会让台湾人在上海一天只一餐 我现在对上海市台办也感到辛苦 因为台湾人在上海有多少 如果说他每一个都要这样一个一个 去处理的话 你看看上海的 这个光台湾人在那边的 整个的粮食问题 就有多么的困难 我给大家一个基本概念 上海是一个2600万的人口 那中国的人口户籍 是有严重的政治管制的 什么叫政治管制 就是假设你出生在西安 在西安念大学 后来你去上海工作 你事实上是拿不到上海的户籍跟身份证的 所以上海真正的总人口 包含外地人口 或者这种年轻去打工的人口 一般简单随便估算3000万 都是合理的 然后再来 配送 如果你是照他小区 照他这个区管这样去配 假设有一%的人你没配到 那就是30万人 然后我刚刚讲没有户籍的某些人口 他很有可能会是配送的孤儿 因为假设他是那一个地方的那个区管 然后跟着区去配送 那比方说你有一个一群打工族好了 然后我们打工我们合租一个小房子 我很有可能在某些时候会处在一个很艰难的处境 因为我可能并没有身份证 这使得我要得到某些物资可能是会缺乏的 没有错 然后你去想象一下 像上海现在的配送 我看到他们电商的资料说 一般正常的上海生活 他的服务业人口至少高达将近500万人 这500万人干什么事 就是刚刚你刚讲的物流小哥 外卖小哥 然后可能帮忙餐厅打扫 他可能开一个小馆子卖水煎包 好 这种服务业因为通通都停顿了 然后整个上海就算解放军进去 进去一二十万人 一二十万人仍然没有办法去完成 本来经常性是四五百万服务业在完成的工作量 所以他势必造成某些人真的配送不到 更不要说他的官僚系统的没效率 或者官僚系统的黑文化 所以他如果这样子硬干下去 最后可能受到冲击影响 或者是新的一轮的大饥荒的2.0 那恐怕是一个很难想象的灾难数字 连大陆自己的财经的节目都说 这个 等疫情如果真的结束了 上海大概出现三件事情 第一个囤粮 第二个回乡 回乡就是您刚刚说到的那些 本来的流 那些来打公仔就回去了不敢流了 第三个移民 讲到移民最夸张 因为连这个上海的今日头角 他们自己都公开讲说 新加坡4月11号公布说 要把大陆的移民啊 从移民门槛 从这个300万新币 大概6400万台币 直接涨7倍 4.2亿 而且4月18号就开始实施 是有多怕上海人等到解封之后 跑到新加坡去移民 所以你又看到这条路走到黑的文革 政治运动 恐怕才是现在上海最担心 最恐慌的原因 老师你怎么观察 这一个上海的硬封城 当然也扩大了 然后呢 去年这个时间点 习近平还强调东升西降 强调制度优势 现在所有中国制度劣势都冒出来 我们会认为是中国制度劣势 他有可能就像刚刚正好讲 我在往前推一步 他在试验说 我这种制度或这种体制呢 那面对内外挑战 可以推到什么地步 他在测试那个极致 所以我们先说的可能性 我先看一下具体的这情况 我就顺着正好刚话往前说 大概现在我们看到 上海每天呢 是增加两万多人 那这数字相当可怕 说起来就是大陆的医疗 上海医疗体系呢 应该是吃不消了 因为你看到 他从外面都调人进去 然后调的那个人的数量非常大 然后的速度非常快 再加上刚才讲说 封城缺粮等等 所以我们现在网路上看到 各种各样的人道危机 所以吃饭也难 医疗也难 然后人送到医院门口 你没有什么阴性证明 他就不帮你治疗什么等等 其实在上个礼拜呢 我已经就是间接接到 上海朋友传出来的东西说 我就不说地名了 他传给我看的照片就是 那方舱医院呢 根本是办完工状态 人就送过去了 那有的是在外面 绕了几个小时后 好像送了四个地方都满 然后最后孩子上 等了一阵子之后 才进到一个所谓的方舱医院 而那方舱医院是办完工的 怎么叫办完工呢 第一他走过去的 那些工地垃圾呢 还没清掉 第二进去之后呢 那边的墙还没封 然后那个 有些地方已经把那些床啊 就是那有点像 我们像那梁蚁汤 那种床呢摆好了 有些根本没有 他那个铺盖 直接打在地上 你要在地上睡 然后饭菜什么东西 都是就到手丢进来 然后说有没有药呢 没有药 他说你有药的话 就吃自己的 那没有的话 你就喝 如果说什么东西 你就喝开水 等待治愈 自己痊愈 那如果说你真的确诊的话 我们就把你拉到 你们再拉到确诊地方去 所以方舱医院就是一个 他是说了 他说我们只管收 我们不管治 然后要问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答案 简单说就是 收来这边是观察的 你们是在这边被观察的 那么这种情况 当然就是很多人不满 尤其你如果说在比较乡下地方 你这种待遇 大家可能也就认了 上海人是过不惯这种生活的 是没法过这种生活 所以反应非常激烈 所以刚才正好提到说 有大妈出来骂了什么等等 那我们等会再说 那应该是真的 那问题是动机什么 我们等会再说 那现在看到就是 刚不说要靠配送吗 什么等等 你现在清零也要靠俱乐会 然后去封锁也要靠俱乐会 然后送饭送菜也要靠俱乐会 然后封锁什么也要靠俱乐会 所以很多俱乐会是吃不消的 那现在我们知道 很多第一线俱乐会 已经觉得说我们吃不消了 不要说大家骂我 或大家对我的期待我做不到 有人讲说 他从3月17号封城以来 他已经在俱乐会里面 住了24天 放弃了自己生活 放弃了家人 然后现在有点撑不下去 大家好像还不理解他们 还怪他们 所以很多人就辞职了 那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反应出来 也就是说俱乐会不是 应该这样说 从我们的理解呢 俱乐会像什么呢 像是我们的林理长 但是比林理长再官方一点点 他们可以领到一些钱 然后很多命令什么 从他们那边走 但他又不是正式的这种国家干部 所以有点比我们的再官方一点点 那么也就是说这种情况呢 在上很多地方已经开始蔓延 而且比较惊人就是 他不是在上海的一般地区 他在比较富裕的浦东地区 或陆家嘴等等呢 都出现这种现象 大家我想上很多都受不了 就是中产阶级 吃不饱 然后买不到东西吃 有钱人呢 好像有些人也买不到东西吃 所以那那个冲击比较大 那刚才正好给那张图呢 其实你在往外看啊 不只是上海附近昆山呢 我们上提昆山说可能封 那现在封了 太常什么封了 大概就是台湾现在去调查呢 大概就前两天我看到数字就是 有161家这个台湾厂商 就是各种产业 然后上下游等等 前几天调查呢 大概还没有问题 那昨天今天呢 问题已经出来了 我补充说明啊 那郑齐会官方资料 那很多人扫报漏报 以及那161家是有挂牌 上市的公司 他讲的是上市上贵 长江山讲的时候 至少16000家台商倒霉啊 所以现在就是说 国际上初估就是 如果封城封一个月的话 损失大概460亿美金 还不要说对全球冲击 那又说如果封城月 但我记得刚才你这边 有张图片讲说 上海宣告解封 但是居民逐不出乎 对对 那我不晓得这个解封 是什么意思 要看它具体的操作 什么什么 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封 好 这个表达方式很准确 那看它到底特色 什么地步 那现在武汉跟广州 也开始了 那看我看了广州的数字 我有点 不太有人理解 简单说广东卫健委 在10号就出来讲了说 8号以来 我们现在有多少多少案例 累积多少多少例 然后查了多少多少人 然后最后呢 好像只有少数几个例 结果只有少数几个例呢 就是你要封这么大 就有点不合常理 对 上海也是一样 上海你说多少多少万例 什么等等 你用两千多万人口来说 这样查 查这个数字来呢 坦白说 以别的国家来说 那叫非常低了 然后真的不算大 除非他们知道一些 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他们才会这样做 所以这些东西呢 我想我们还要再有待观察 中国的硬封城 特别是上海的封城 为中国经济跟全球经济 带来新的一个很大的变数 跟不确定性 包含了这个长阳三角洲 确实是重大的台商出口外销 生产组装的重大基地 另外也包含了 这个上海帮 这过去有这个是 这一波改革开放发大财当中 最肥的一群 然后呢 现在倒霉的李强呢 本来外界是贴上一个标签 这个标签说他是习近平的人马 所以老师 这背后可能还有一个很大的政治斗争 对 在前几年那个李强派任到上海去的时候 我记得我讲过一句话 我说对他现在派过去了 看起来是把 习派是把上海这个权抓下来了 但李强过去做不做的稳 我们还要再看 当时我们讲过这句话 好那现在呢 好像有点问题出来了 大家都晓得今年年底要开二十大 然后呢 就政治局啦 政治局常委什么的呢 这个都是大家禁足的这个标的 作为上海市委书记来说 先天上他就占有优势 因为这本来北京上海这些呢 就是进入到常委或至少进入到政治局呢 这些是热门名单 那现在为什么出问题呢 我记得我们上次来讲过 我们说有朋友传了消息给我 但是没有最后确定就是说 现在上海市民进入准军管状态 不是说东部战区司令员 这个何卫东进去了吗 然后那个参谋长进去了吗 然后说这个党政干部呢靠边站 这个论语这个论断呢下得比较重 那是不是真的靠边站我不敢说 但至少就是他的一部分权力被分掉 那么这是事实 那如果说他的权力被分掉 就代表说中央至少习近平对于说 你李强怎么处理上海疫情呢 你抓不抓下来呢 好像没有把握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现在我们看到更奇怪的现象 除了刚才正好讲说 有这个大妈骂他什么 然后这个传出来上网了什么等等 4月6号上海的机关报 在解放日报 发了一篇评论员文章 一般来说评论员文章呢 就代表基本上代表社论 也就代表机关的立场 这是上海的这个市委的立场 它的标题叫 自上海各级领导干部 请挺身而出 为基层分忧 为百姓解难 这样讲起来正面来说 就是你看我们多么这个正义凛然 然后多么大气磅驳 我们呼吁这个各级干部 做出来做这件事情什么等等 反过来说 这个东西不是你平常就该做的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去讲这种事情呢 你这样讲事情的时候 通常我不是讲吗 我们呢看人民日报 我们的朋友观点 不过人民日报是要这样看的 好 那所以我们要这样看人民日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上海各级领导干部没有站出来 没有挺身而出 没有为基层分忧 没有为百姓解难 所以我李强要叫你们出来干这个事情 我李强为什么叫你们干这件事情呢 因为我原来叫你没叫动 所以现在我公开把事情叫讲出来 简单说就是用我们的行话讲就是 李强把上海内部的矛盾摊在阳光下面了 好那这是已经是一个很重的讯号了 文章出来之后当然国内就引起 大陆内部引起很大的轰动了 所以很多官媒呢就开始用各种各种方式去转发 标题有点改动 但是呢他意思的文章都是一样的 北京青年报发了 他说中央指示上海要态度坚决果断 上海党报又说各级领导没有理由再推脱再躲闪 这话都是很重的话了 就已经执迷只讲说各级领导你们再推脱再躲闪 现在你不能再推脱再躲闪了 所以这就我们说的李强好像没有座位 虽然在这边做了好几年 然后面对这个好像层层叠叠的上海 这个整个官僚体系呢 他又指挥不动的感觉 所以他公开喊话 好那你说上公喊就算了 当天晚上又来一次 上海市委又发了一封公开信说 致诠释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说上海到了最紧要的时刻 呼吁说普通党员要对于干扰和破坏 防疫大局的各种行为要敢于亮剑敢于斗争 呼吁各级的普通党员 全上海市共产党员 要对于这种干扰跟破坏这种行为呢 要敢于亮剑敢于斗争 说明什么呢 有人在干扰有人在破坏抗疫大局 这话已经讲到白了啊 所以白天发了一篇文章 晚上又再发了一篇文章 好那你说这样就算了吗 过了两天 过了一天 这个有一个我们一般公认 是有江派跟这个曾庆红派的 一个大外宣的一个媒体说 上海疫情会影响李强的仕途吗 当然表面上结论说 看来不会影响 因为他怎么办 但是当你把那问题抛出来的时候 在大陆的社会里面就告诉你说 他势头会有影响了 不然不会抛这个问题出来嘛 对不对 所以大家读这东西 读起来要读得很细 然后你要了解说 他们这个平常语言的方式 才晓得说他们在讲什么 所以我不是说 李强一定要出问题 我只是说李强碰到了很大的困难 而李强在上海碰到困难 就是习近平在上海碰到困难 所以说白了就是这样的 好那你说习派有没有办法对付呢 当然有办法对付 所以一口气抓了五个官员 抓哪些呢 官职都不高 上海机场的集团 那个下面一个公司的 一个什么保障部的 一个什么总经理某某人 他为什么被抓呢 不担当不作为 被撤销党内职务跟行政职务 然后另外黄埔区的一个 精神卫生中心的一个院长 被抓了 浦东新区的底下一个 什么镇的镇委 一个党委书记被抓了 然后党委的副书记镇长被抓了 然后一个杨津的这个街道什么办事处的 这个副主任被抓了 成绩都不高 都不是平常上不了台盘的这个人物 那为什么现在大张旗鼓抱船呢 告诉你 我开始动手抓了 你们不要以为说 你们这样的消极 代工躺平 我拿你没有办法 我先从底下抓起 我抓几个人呢 杀机紧后 我看你上面动不动 你上面再不动的话 再跟我洋风因为或对的干的话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好 那么清零政策呢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 既然刚刚讲说 经济代价这么高 那为什么还往下推 那简单说就是 这东西呢 过去讲说文化大革命呢 是毛主席亲自部署 亲自什么推动什么等等 所以文革呢 所有责任都是他的 今天呢 这抗议政策呢 三番五次宣传说 是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掌握 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的 换句话说 责任都要他头上 对 那么一旦责任要他头上之后呢 就有 就两面人结果出来了 如果这个防疫的效果非常好 清零的效果也非常好 然后呢 一片祥和 甚至一片大好的话 那所有成绩都是他的 但反过来说 如果出了大疲漏的话 所有责任他都要扛起来 平常时间呢 你说这个成绩也好 扛政也好 那可能就过去了 我们三番五次跟大家讲 今年年底是20大 然后要换届 然后呢 他想干第三任 他想把他的人马拉上 继续干下去 不管是第二任或第三任 好 那现在焦点就来了 也就是说 反习派跟勇习派 这上面坚决斗争 就是清零也是一个斗争 然后对国外的这些关系 也是一个斗争 所有问题呢 我们说过都可以作为战场 当然习近平出来讲 他说 这次我们冬奥办得非常好 然后帕奥也办得非常好 然后我们得到多少金牌 我们以人民优先 然后这个都没有大幅爆发什么的 所以非常成功 然后他引用一个外国运动 讲说 防疫这个问题 如果有金牌的话 中国应该得到一面 他拿这件事情呢 帮自己当做了一个 这个一个奖杯 颁发给自己 那但是有问题来了 他为什么在时候讲这么关键话呢 简单说就是党内的批评声 还不算小 如果前面讲说 朱镕金的什么九条意见是真的话 或谁的反应是真的话呢 那比方说习近平很清楚 现在很多人的挑战 他的防疫政策 他的内外政策什么等等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说 你说他要么是压力测试什么 完全可能 压力测试应该是两个面向的 对内呢 是派系斗争压力测试 对外呢 一个是备战 一个是凉荒 所以这些呢 应该说是一个多面首的作为 那简单说就是 我们去年就跟大家讲 我们说 今年中国大陆政坛呢 绝对不会平静了 那这些呢 我们就一幕幕呢 就等着往下看就是了 好我们稍后回来 好那我请教一下董老师哦 当年文革的年代 毛泽东的大跃进 后来是导致大饥荒 是的 今天习近平所做的一切 真的跟1958年的时候 毛泽东做的事情 已经非常类似到 刚才讲过 其实今天的中国 储存了全世界最多的粮食 可是大上海却在缺粮 其实不止大上海 只要是在中国各省 封城的地方都是缺粮 这跟当年的这个1958年的大跃进的情况 是一样的 那刚才又谈到说 这个所谓的统一大市场 其实统一大市场 跟当年的社会主义过渡总路线 也就是说要过渡到社会主义 要到共产主义 那个道理是一模一样的 再过来人民公社是什么东西 人民公社就是今天回过头来看的 封城 封区 还有方舱 这跟当年人民公社的概念是一样的 为什么1958年的时候 这个毛泽东突然发疯 说这个要超英赶美呢 原来前一年 这个苏联新的领导人赫鲁雪夫 史达林死了 赫鲁雪夫提出了一个目标 15年要超过美国 毛泽东听到了 那我就要毛泽东就要比苏联更早一步达到 所以1958年 毛泽东就说 10年内要超过英国 不要晚于15年就要超过美国 换句话说要比苏联早一步 所以呢 那时候就叫做三面红旗 三面红旗呢 刚刚说了 社会主义过渡总路线 大链钢 以及人民公社加大要进 好 先这三件事情呢 其实是交叉在一起 我举个例子来说 为什么要大链钢 为什么要大要进呢 因为那个是古老的观念 19世纪强国的 强国的观念 强国就有钢铁厂 就跟现在强国就有半导体 就有军工产业一样 强国的指标很简单 煤 钢 粮食 所以说要超英赶煤 指标是什么 就是刚才说那三样 好 全民大链钢呢 所以说需要铁 需要煤 当时没有铁 铁的生产量不够 煤的生产量也不够 当时那怎么办 好 家家户户 锅碗瓢盆 那个生产工具 锄头 扒子 有铁的通通交出来 这样就有铁了吗 没有煤啊 那怎么办呢 砍树啊 家里 如果有什么 这个木桌 木门啊 来啊 烧啊 所以家家户户 是要大链钢的 其实大链钢呢 已经在破坏 这个中共的那个生产 粮食的生产 已经影响到了 好了 现在要大要进了 那个刚才 讲了一句话 那是谁讲的 就是这个刘少奇讲的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高产 完了 讲这句话完了 就跟今天清零的指标是一样 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粮食 每一亩地可以生产多少斤的粮食 那是固定的 那是科学 现在不管科学了 现在呢 只要是要达标 第一个要达标 达标表示你对毛泽东的中心 你如果超标 超标越高 表示对毛泽东中心 越中心 那现在清零就在表达 对于习近平的中诚 跟当年一模一样 就是说那个跟科学无关了 叫你清零你就要清零 那粮食更可怕 因为粮食是要超标的嘛 所以说本来一亩地一万两千斤 好开始有个人民公社说 我三万斤出来了 这叫放卫星嘛 另外一个人民公社看一看 我五万斤 最高的一个人民公社 是喊到十二万斤 一亩地 就是说本来只能生产 一万两千斤的土地 喊高到十倍 然后呢还请毛泽东来看 然后呢到那个人民公社 他就把粮食剁得满满高高的 我们这个人民公社 这一亩地就是产十二万斤 这一看就知道假的 毛泽东也知道假的 可是呢毛泽东笑笑称赞他 干得好 所以一受到称赞就升官 所以全国一看 大家就造假 就浮夸风就造出来了 这样搞下来好就惨了 就是说后面 就是说你看到大链钢已经不科学了 已经影响到生产了 然后呢大药镜更不科学 为了要增加粮食的产量 所以要除释害 所以说全民 去抓麻雀 去抓老鼠 麻雀老鼠会吃这个 那个米嘛 粮食 对还有 后面还有这个蚊子餐饮 那会害人 结果呢全民去抓了这些 尤其是麻雀 跟这个老鼠 完了以后呢 完了 当年没有农药啊 那个五零年代六零年代 农药不发达 肥料不发达 所以呢靠麻雀吃蝗虫 就是说吃那些害虫 结果麻雀匆匆被消失了 所以说虫害非常严重 然后生产工具 我刚刚说又不足 就是要大链钢嘛 所以呢发生了大规模的饥荒 根据事后根据这个原来新华社的高级记者 那个人叫杨继神 他在2008年的时候出了一本书叫做墓碑 墓碑 然后呢就是关于60年代的这个中共的那个五年大饥荒的调查报告 这本书写完了以后是禁书 在2008年在香港出版 他被号称墓碑这本书被号称为中国最畅销的禁书 根据这本书的统计 简单的说当年死亡3600万人 然后呢当年的那个这五年 然后呢正常的生育率少了4000万人 所以加起来应该是有7600万人 其实是受害的 好了我们就不管那个出身 就拿那个3600万人 抗日战争死了多少人 根据我们中华民国的统计 是1800万军民死亡的 后来这个中共后来的统计是2000万 无论如何光是一场大饥荒 就死了3600万人 是抗日战争死亡人数的两倍 所以到今天这一段历史 还是这个等于是中共的这个禁忌 因为它涉及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评价 毛泽东的评价是不能说的秘密 习近平正在重蹈覆辙 好我们稍后回来